微禁品的部分其實它是發生所謂的單一事件 那是犯罪人自己少數發生的獨立單一事件 所以這時候責任跟你又沒有關係 不是 它並不會常態性發生 那危險我們在承擔 對不起 你保險是保多少 整棟大樓價值多少 你保了多少 可以來賠 還沒等官員機查完畢 住戶跟業者先吵起來 這間迷你倉儲公司 地點就開在台北市的住商混合大樓地下室 空間密閉 住戶擔心有安全問題 尤其是香港的迷你倉庫才剛發生大火 大火燒了一天一夜 還和消防隊員喪命 如此嚴重的後果 讓住戶更加擔心 我們不想擋你的財路 但是請留給我們一條深路好嗎 香港都已經到現在還在燒 實地進去迷你倉儲 裡頭有許多小鐵櫃 提供使用者放置私人用品 也有大一點的空間 但因為這算是私人空間 裡頭放了什麼 大家並不會知道 住戶擔心有安全疑慮 完全是死的 再請給它照 而且它裡面幾乎都是密閉式的 依照都市計畫法可以罰6萬到30萬元的罰還 那最終可以執行斷水斷電 但我們在執行的時候一定會先勒令它停止使用 在一定的時間裡面它如果不停止使用就有連續罰的問題 商業處 機查結果認定這個地方是倉儲業 不能開設在住宅跟商業混合區 不過業者也喊冤 他認為他們做的不是倉儲是租賃業 使兩者認定不同 看看當初商業登記他們登記倉儲業也通過了 他們認為是法令不明確才會導致誤會發生 在住商混合區開設迷你倉儲違反了都市計畫法 最多可以罰到30萬元 不改善還要斷水斷電 業者說會配合法令 但是住戶憂心中中 到時候訴願官司一打好幾年 倉儲不搬走 他們還是會擔心害怕 短期文 陳孝宇 佳佳玄 在海報道